全国共有10,176所中小学 而当中大部分是在六七十年代中创建 教育部部长马兹尔就表示 这些老旧校舍都必须改善和提升变线设备 以免发生不幸事件 马兹尔今天在彭亨斯里北根中学出席项活动时指出 根据教育部的工程准程 变线线路一般上的使用期限只是20年 可是国内却有一些校舍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 因此为了安全起见 校舍的电线设备都需要定期检查 老住学校提升电线设备自然需要维修资金 马兹尔就促请各教育局依据学校的需求提出财务申请 至于首相纳杜斯里纳吉早前宣布 耗资5亿7千万令吉提升1800间科学试验室的工程 马兹尔则回应相关工程预计将在明年1月份展开 另一方面早前教育部建议 有意从明年开始废除UBSR小六检订考试 掀起两极化的反应 不过究竟是不是势在必行 马兹尔说这只不过是教育部的一项建议 废除与否还要综合民众工会家长和各造的意见 才能做最后的定夺 不过他强调废除小六检订考试 不代表学校不需要再考试 只不过是在新的制度下 不在百分百以考试成绩为主 需要加入课外活动 行为操守体育等等表现做全面评估 NTV7综合报道 最后一段时间我会放在这边 现在我们下方的颜色 最后一步的颜色 一步的颜色 感谢观看